大家好,我是东东的周老师,好久不见了 因为欣赏到一盘很有趣的棋 所以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早上,野狐转播了两位韩国高手的比赛棋谱 这盘棋,拿黑棋的普胜文八段很强 整盘棋有90%的时间都是领先的 结果,即将要终局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目前的盘面 只剩下一幕棋的棺子了 整盘棋都领先的黑棋 最后竟然倒在这个一幕棋的棺子 很喷血的,就输了半目 那现在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盘面 哪边是最后的重点呢? 只剩下一幕棋 我陪大家找一下最后的棺子 看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找得到 一个是右上角的这个O1这边 然后中间这边也有一个 这两部棋的价值是相同的 都有一幕多一点 然后再来呢 最下方这边,因为白的冲不进来 所以黑的暂时也不用下 白的冲黑的叫吃是皆不归 所以黑的最后再来下这种就好了 所以呢,只剩下中央有两个一幕棋 一个是右边的这个挡柱有一幕 一个是左边的这个粘柱 也可以保护这个断点也有一幕 好,那现在如果是你的话 会选哪一个一幕起来下呢? 我们可以把上面的这个冲 跟中央的这个打当作是相对点 因为这两个价值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一幕多一点 因为黑的叫吃之后 白的少了一幕 然后将来呢 黑的有机会提这个 这边也是白的叫吃以后 白的保护了N这边的一幕 那将来也可以吃的 所以这两个当相对点 我们就可以不用理它 那接下去就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了 到底要挡右边呢? 还是黏左边呢? 这个50%的几率 普圣文八段 很可惜哦 结果它就选中了可怕的书的选项 那我们要来公布答案了 大家有没有想对呢? 黑棋可以半目胜的选择是哪一个呢? 答案是这一步 为什么呢? 因为黑的挡到这一步之后 白棋下到这里 然后接下去呢 一幕换一幕是相同的 没有吃亏 然后黑的拿到了先手 然后这两个相对点下一下之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最后一幕棋 所以黑的可以下到最后一幕 那我们来看一下实战 实战黑棋 连这个 好像也是一样啊 可是等等白棋这一步冲 竟然变成了先手一幕 我们来看一看下成什么样子 看就是这一步冲 这一下子黑的一定要黏 因为不黏的话 我来下给大家看 这里被断掉的时候 黑棋就有一点严重 首先 这个地方黑的还得再补 然后呢 将来这里又要再补一手 所以呢 黑棋就白白的又亏了一幕 因此实战呢 黑的黏这一步也变成 反先手一幕的 绝对不能错过的要点 黑的就只好黏 看 变成白棋拿到先手 那白棋拿到先手有差吗 真的有 因为这两个相对点下完之后呢 白的等等可以下到这个最后一幕了 实战就白的直接 下到这里 然后相对点下完 真的就下到了这个最后一幕 这样大家能够看出差别在哪里吗 我们再回到刚刚胜败的关键 让大家欣赏一下 就是这个时候 奋斗到293手 黑棋二选一 超级可惜的 输掉了这一盘好局 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 感觉收官真的很恐怖 即使剩下一幕关子的时候 还是可能跟胜败有关系哦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回有机会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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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